大家好 欢迎收看最捷的大爱全球新闻 我是宁君 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 今天低温在苗栗西湖11.6度 早晚还是比较冷 不过东北季风逐渐的减弱 北部和东北部的气温会慢慢回升 另外提醒您 气象局发布了大雨特报 基隆北海岸和宜兰有大雨 宜兰的南澳从昨天到现在降雨超过了130毫米 至于清度台风雷伊 在俄兰比东南方2500公里海面 向西北溪朝菲律宾进行 周末抵达南海可能会为台湾带来水汽 空气品质方面 高频地区是橘色提醒的等级 继续关心新冠肺炎的疫情 昨天本土病例还是零确诊零死亡 有五起境外移入 全部都是完整接种属于突破性感染 国际疫情升温 昨天到期的二级警戒会 第十度延长到12月27号 如果春节专案过后 台湾疫情稳定就有机会降回一级 而境外移入案例已经发现 Omicron的病毒威胁与日俱增 疫情指挥中心吹打第三剂的疫苗 只要打完第二剂相隔五个月 就可以打第三剂增加整体防护力 12月14到12月27号 为了因应这个Omicron的威胁 以及我们这个秋冬以及春节的一些应变的复制 所以我们还是维持二级警戒 第十度维持二级警戒 这次不调整相关措施 因为接下来边境威胁比较大 不过二级也持续了四个多月 指挥中心透露春节专案后有机会降级 假如附和降级条件顺利松绑 进入重要场合仍要戴口罩 十年制也不会退场 考验防疫强度就看这一波14号启动的春节专案 有专家认为避免检疫期间出现胃阳性 增加社区风险 应该将家用快筛改为PCR 第一次假如说没有发现的时候 一个礼拜左右 我们可以再做一次进一步的PCR 因为PCR采检毕竟它是专业人去做的 所以相对的我想这个采检检体的这种收集 可能会比较标准一点 国内开打第三剂以来 目前符合资格的6万人中 已经有半数完成接种 专家提议因应国际疫情 可以考虑将追加剂的间隔缩短为三个月 对此指挥中心回应 近期会召开会议 有讨论空间 大爱新闻林依庭登映中 台北报道 为了鼓励民众打疫苗 台北车站的接种站 5号开始一直到21号 民众都能够谁到谁打 而疫苗厂牌以莫德纳为主 刺激志工也在现场引导排队动线 同时安抚担心打疫苗不作用的民众 减轻医疗人员的负担 疫苗接种需要通过层层关卡 民众第一次来打疫苗 难免有些困惑 台北车站从5号开始设立接种站 中央号召民间组织帮忙 此期志工借货消息立刻动员 商人说都做都定 所以我要善用每一天 让在我的职业领域里面 都包含自己的良美 由七个地区的志工轮番上阵 每天都有55位参与 高龄80岁的徐淑华 把握机会前来服务 我们在社区有通知 这个每天好像有都在 有大家来换人这样子 今天我们中山区嘛 那就我们就来了 你填写资料单啊 然后排注射啊 对啊 觉得还不错啦 吃饭喝喝喝酒 此期志工成熟妹 先前就有其他社区 疫苗接种站的经验 即便一天要待7小时 人毫不犹豫接下任务 主要是动线的引导 让整个动线都非常的顺畅 那我们志工就是说 哪里有需要我们就来补位 民众在排队过程中 可能会觉得累啊 或是比较烦躁不安 那志工可以给他们 适度的安抚 让他们心情获得平稳 那在整个排队的秩序上 跟我们动线上 都会有比较好的一个流程 志工成为强而有力的后盾 默默关心医护人员 和民众 用微小的力量 继续守护大家的健康 大爱新闻李明华台北报导 最先发现 Omicron的南非 确诊还不到1000例 而英国有3000例 全球最多 现在还出现了 第一起感染 Omicron死亡的案例 英国上个月27号 出现了第一起 Omicron案例之后 实施严格的防疫措施 但是这可能不够 卫生大臣贾维德表示 Omicron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传播 只拿两剂疫苗不足以对抗 呼吁民众要打追加剂 美国六个州遭到30多个龙卷崩的肆虐 肯塔基州灾情最严重 超过80个人葬命 其次是伊利诺州六个人 而六个州累计将近100人罹难 各界爱新不断涌现 有些人送热食和衣服给灾民 还有6400万台币的捐款 帮助民众重建家园 走进连门都没有的房子 美国肯塔基州民众苏利文环顾四周 残破不堪的景象 几天前还是他上班的地方 被移为平地的蜡烛工厂 也传出好消息 根据业者表示 目前已协助安置90多人 死亡与失踪人数 也比当局原本预期来得低 不过州长仍不敢大意 绝望之中人见人心温暖 目前外界已经有近2万笔捐款 约台币6400万元 协助肯塔基州的民众重建家园 受到龙卷风袭击最严重的梅菲尔德市 已有志工前往避难中心 协助发放热食、衣服以及盥洗用品 帮助灾民度过难关 怪物龙卷风席卷全美六周 美国科学家表示 虽然还无法断言这些风暴是由气候变迁直接引起 不过却有越来越多证据指出 这样恐怖的场景在未来将成为新常态 龙卷风灾情惨重 目前是到将近100个人丧命 但是最后统计可能会超过100人 总统拜登将会探访肯塔基州的重灾区 拜登宣布肯塔基州的灾情是重大联邦灾难 这次风灾肆虐六个州 拜登强调已经跟每位州长表示 不论需要什么让他知道联邦政府会尽快提供协助 寒冬来临欧洲慈激志工 继7月发送夏天衣服之后 再度前往塞尔维亚发放预寒的外套 这是疫情爆发两年来 慈激志工第二次关怀滞留塞尔维亚的难民 除了东一还有台达电捐赠的20台二手电脑 点收东一的数量并确认各种尺码是否都有到货 欧洲慈激志工持续关怀塞尔维亚难民 耶诞前夕为他们送来一千件预寒外套 受疫情影响制作东一的原料取得不易 因此售价也提高 但常商得知慈激购买这一批东一 是为了帮助难民所以维持原价 原本防水防寒的效果也不减 入冬之后塞尔维亚气温奏降 平均温度都在各尾数 许多难民穿着单薄 抵御不了低温 在一拿到外套后迫不及待穿上 我非常感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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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Suzi都在一起 慈激这一次的东一赠语 分别在五个难民进行 除了大人能够拿到 也有准备儿童的款式 并且提供试穿 志工向难民介绍的这张卡 是这一次东一发放新增的 上面是慈激在欧洲各国据点的联络方式 志工也委托难民委员会人员 告知有需要的难民 除了东一 台大电这一次也捐赠了 20台的二手电脑 给中心培训职员使用 耶诞节前这份礼物格外珍贵 大约新闻 这是美志工王素珍 陈树维 哈迪在维要报道 焦点回到台湾 台东仁爱之家大多收容弱势族群 大多高龄而且行动不方便 东区慈激人医会就前往预诊 提供中医 眼科 复健科等服务 左手 左脚高 好 待会给副健科看一下 再动一动 要测一下你的肌力 医师们利用自己的假日来看诊 希望缓解长辈们最常见的关节疼痛 很多关节酸痛 坐久站久都会痛 所以我们也在这一次疫诊的中间 我们有时间的时候 我们也会教病人做运动 对他们的身体的状况也不错 因为目前像看来那个 比方说咳嗽这个部分 像冬天就会有咳嗽这些症状 其实他们对来讲有运动有差 对 心肺功能就增加很好 眼科市台东地区 比较缺乏的部分 此际仁医会带来仪器 为住民一一检查 其实这边的住民 他们大概都是属于一些慢性病 今天也有复健 也有眼科 也都是跟他们都有关 所以你看排队 你可以看到排队排那么长 我们的医务人员都很辛苦 我们等一下针灸 除了西医 还有搭配中医的诊疗 针灸 可以吗 寒冬带来温暖 也舒缓他们长年的疼痛 爱新闻 肾功能损伤 尿毒素在体内无法排出 除了搔痒 还可能引起心脏 血管等全身性问题 除了西医治疗 若中医能够提早介入 可延缓症状 配合患者跟身上科医师的一些意见 就先以针灸化爱酒来协助治疗 科学中药 所以说这些钾跟毒素的问题 相对是降低非常的多 而且有经验的中医师会知道 哪些药物会有含到偏高的钾 或有毒素我们都会去避开 神缺是肚脊 然后再来的话是中管穴 再来的话就是气海管源 而非皮肤烧痒的尿毒问题 经医师评估后 还可以用爱酒来促进血巡 代谢体内废物 可能它的肠胃乳动会偏差 然后所以说针灸跟爱酒 都可以做这些一些调控 然后爱酒是 的确可以降低它的蛋白尿 跟降低它的一些尿毒素 那原理可能就促进一些血液的循环 跟促进技术的调控 每次进行5到10分钟 感冒发烧等发炎症状时 暂停使用 中医可以透过药物 针灸爱酒等方式 依据患者的状况 进行个别化治疗 大爱新闻黄欣 郭嘉旭台北报道 新闻常常看到儿虐事件 受虐儿第一个会送往急诊室 急诊医师必须有高度的警觉 让受虐儿获救 我们推出 《医爱撫虐》的专题 走进医院带您认识 这群守护孩子的儿少保团队 如何发现 如何治疗 进而预防儿虐的发生 今天从成立于高医 台湾第一个儿少验伤 医疗整合中心来看起 这小朋友是一直重复受伤进来 每一个小朋友对我们而言 都是非常重要的资产 急诊这次受伤 也许就是他唯一的一次 可以获救的机会 当保护性个爱来急诊的时候 我们会先安抚他的情绪 过来之后我们会进到减伤 做一个减伤的分类 那过来之后在减伤的同仁 他发现说他有一些 主疏受伤被打的状况之下的话 我们就会高度怀疑 他是一个高伪性保护性的个案 那过来之后在于这边的话 我们会去问 完了之后我们顺便会 及时通报我们的急诊减伤 的急诊组长 还有我们的社公司 那这类这类的病患来讲的话 我们也会在这边保护他们的个资 观察他的表现出来的态度 他受伤的部位跟受伤的形态 应该是怎么样表现 如果两个没有办法互相的配合 或者是有一些新旧伤势 一直重复的发生的话 其实我们就会高度的怀疑 可能是儿虐的发生 到这里是我们的那个 急诊室的外伤区 那所有外伤的病人 我们会做一个诊断跟处理 但小病人来我们其实就是会 顾及他的饮食 跟他的饮食的保护 所以都会给他一个特别安排的一个空间 如果是住院或者是重伤的个案 一般的还是以年纪比较小的为主 尤其是一岁以下 因为一岁以下的小朋友 他可能比较没有办法有反抗 或者是表达的一个能力 你不要怕 现在在医院我不用怕 以去年来讲的话 我们的通报是180件 平均两天就会有一件 保护性的个案是被发现跟通报 政府其实都会有法律 在保护我们的小朋友 那这个部分可能 我这边就会转职给政府 他们知道说小朋友受伤了 那后续就会有政府的社工 会跟家属这边去做关系 看是简单但是很不简单 你要去发掘一个病人是不简单的 你要发掘这个病人 要把他带出来看病更不简单的 你要让他好好的看 那还看得到他的成长 那家里能够解决问题 那更不简单 额虐的处理是比较复杂 不可能一颗单独就可以完成 那只是说最重要的是说 如何在第一时间内 可以去做一个鉴别出来 这样子 避免二次的伤害 小白痴的 医学需要往下扎根 医学的教育 如果能够在医学生的时代 就能够培养他们这样的一个种子 那未来我相信 他们在职业的过程之中 也会对于额虐的儿童 会有更高的一个警觉心 屏东万软乡的万金圣母圣殿 从1865年开始 年年举行圣母游行 1991和2009年更巡回全台湾 每年12月的万金村 比过年还要热闹 感动的眼神 拱迎圣母出巡 是村民表达敬爱圣母妈妈的 奇异恩典 今年因为疫情 万金圣母游行暂停 但12月的万金村 朴素的欧式小村庄 洋溢着浓浓椰淡气息 光影穿越树林间 日夜景致美得不一致 耶稣圣心那种光芒的感觉 然后就用线条 拉出那种感觉 然后刚好又九重隔 利用树枝 然后去牵 主要是衬托凸显我们中间 剩下一些温馨的感觉 最古老的时候 诺亚方舟要灭世界的一个过程 旧房屋拆掉的竹梁 我们就把它取下来 然后做一个大一点的船 世纪上有记载的一些动物啊 人类啊 40天之后 一切不一样的景象 回收来的瓶罐木材 都是创作元素 连电话亭都能摇身一遍 这位教友他的头脑不错 他想到什么都跟人家不一样的 教友来布置马草或灯饰 是我们要庆祝迎接耶稣的诞生 每年的风格都不一样 欧式的哪里的 然后水族箱的都有 万经圣母圣殿 变身梦幻城堡 光雕秀细数耶稣诞生时 雪花纷飞 天使们也吹起号角 西方宗教结合在地民俗 全台最大规模的天主教活动 见证屏东万经地区多元族群融合的悠久历史 大新闻 文艺旋林道明屏东报道 万经圣母圣殿是台湾现存最古老的教堂建筑 它是当地的礼拜堂三级古迹 160年来更与在地居民的生活密不可分 白色高耸的庄严外观是西班牙古堡式建筑 万经圣母圣殿在台传教160年之久 地位仅次于梵蒂冈罗马教廷的大教堂 以建筑历史而言 万经圣母圣殿是台湾第一座天主堂 当时还通过清朝同治皇帝的认可传教 三宝镇来台湾是巩固海房 回去之后坐起皇帝 刻了两个凤子 一个在玫瑰堂 一个在万经 宋海社圣殿就同意天主堂 可以在台湾继续做辅长工作 小时候在这里玩球打球 还会做弥撒 礼拜六晚上要点灯 下午上主日学 这里又很漂亮 所以我喜欢 殿堂里面毕竟还是有一段学习的距离 带着孩子亲身来这边体验 圣母教会的一些历史跟意义 混合石灰 黑糖 蜂蜜 木棉 火砖等 当地特有建材建造而成 万经圣母圣殿厚实坚硬的外墙 历经大小天灾人祸 至今人完好无缺 柱子有用钢筋水泥修改过 它的结构 最主要把它的东西都撑起来 可是它墙壁都是原来的材质 以前我小时候 地震的话很大声 教育都跑出去了 我跟神父还在里面真的看 怎么办 要跑吗 细说历史意义非凡 西班牙的传教士来到万经 把天主家的信仰带到 这块土地来 看到不一样的民间 宗教的信仰在这里 这个是台湾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宗教融合 台湾最古老的教堂 万经圣母圣殿 列为国家三级古迹 熄来攘往的人们 在庄严圣地留下最美回忆 大约新闻 微轩林道明屏东报道 新闻周到日本东京感受耶诞节的气氛 也感恩您收看这节的大爱全球新闻 祝您平安 欢喜 打费